黎明對音樂的執著 對演藝事業的堅持 是他成功的元素 我們就從黎明出發 聽聽他怎樣為新唱片 廢枕忘冊 閉關苦幹 有一個朋友剛從外國回來 他自己是很喜歡動畫的 他說他有一件事很適合道理 他說我買了唱片 我覺得沒甚麼問題 一百多元 我不是捨得花一百多元 但當我覺得一張唱片 只有一首歌好聽的時候 我寧願用過幾美金 去下載一首歌 我都不想買一張唱片 快來放在家裡 他態度是這樣 除非這張唱片裏面有很多東西 我覺得我是值得擁有這張唱片 是我在其他地方拿不到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看法 每個人都看袋裏面有多少錢 你覺得有的 你夠的就花了 有時候應該節省的 不節省 有些東西我們會節省 有些東西我們花了 但花了的錢是希望觀眾看到的 好 好 以前虧本太多 在愛情市場再明清楚 請你自助 所以 你的好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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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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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做這張唱片的過程中 有人找我拍戲 我公司也說推 我不可能在專心做這件事時 我還有分心 因為十多首歌、錄音 還要幫《蝙蝠日》拍廣告 拍廣告 《公義金》還有其他 我自己還有五首、六首音樂錄音 前一陣子我婆婆從北京來香港玩 想探望我 我跟她通電話 我說我知道我說了一個 你不會相信的藉口 就是我真的沒有時間 可以出來吃一頓飯 她說不要緊 下次大家北京見吃飯 我自己也很不忍心 來了一個星期 我居然一天都陪不到她 加上就算有其他朋友打給我 她說這群人可否出來吃了眼睛 這麼久沒見了 幾個月沒見了 我說真的吃不到眼睛 她說你做事錄音也要吃午飯 我告訴你也是不會相信的 因為就算我遇到四點鐘 離開四點鐘下班 五點鐘下班 我便會回家睡覺 我十二時起床 我要控制自己吃東西才錄音 例如起床我吃一碗麥片 吃一個餐單字 又吃一個麥片 加一個吞拿魚三文字 一杯咖啡 就做事了 就做事了 我早餐或午餐的時間 只佔我15分鐘而已 我沒可能再去做事 剛才消化完之後胃不太脹 就可以在舒服的狀態中錄音 錄到肚餓的時候 可能四點半的時候 可能和媽媽喝杯茶 吃個餅乾 然後六點鐘 再叫外賣吃盒飯 大家吃飯的時間完全不同 我不可能再去就我自己的朋友 一點鐘和你喝茶喝到兩點鐘 對於這個來說 會不會是工作在你生命中 是最重要的 有甚麼時候我到工作先走 你會看 會是的 因為工作是給我的生命 我生命的動力 就是工作給我的生命的動力 所以我覺得工作是辛苦 以前做事 你可能付出七成 你可能有十成 但今天你可能付出五十成 才剩下三成 就是不知道的 就是個個都知道 要去努力去做 我來就知道 我來不講話 我來不講話 你會想說 我來不講話 我來不講話